好 现在为大家介绍一下 腌制 牛肉 鹿肉 就是煎制的做法 四天呢 我用老干妈 一点点 老干妈一点点 这种越南酱一点点 都不要放多了 一点点就可以 因为根据食物多少 我这个食物少 也不能放太多 这种是烧好佐料 看你自己的口味多少 自己定 胡椒粉 这个是你白胡椒和黑胡椒都没有要求 都可以 胡椒粉通常老外喜欢吃的比较多一点 然后放这种天然的香菇调味料 我事先给它放在这个小瓶子里面 来给它 在这边 香菇调味料 这个时候一定要放料酒 料酒不用多 放一点就可以 一点料酒 这个时候放生抽 放点生抽 因为你是煎制 煎制和炖汤我用的不一样 我就是参考也是参考 我也不是绝对的 就是 只是有的朋友希望我 能试一下瓶 我就互相 都是 做法探讨一下交流一下 就是 然后放点 胡麻油也可以 胡麻油 这个时候 把这个调味料给它调一调 我忘记了 没放蚝油 一定要放蚝油 蚝油瓶子高 我可以放在这里 一定要放在蚝油里边 放点蚝油 放点盐 盐也是根据食物多少 这调料就差不多了 然后把我们 控好的鹿肉 或者是牛肉 或者是猪肉之类的 都可以直接放里边 这样的话 给它抓均匀了 抓均匀 你想煎呢 最好是20分钟以上 或者半个小时 但是一定要放在冰箱 我通常煎东西 我都是今天腌制 最少12个小时以上 然后 我再给它 煎呢 是烧烤了 对了 羊排 牛排 猪排 也是按照这些方法 按照这些调料 就这样就可以 喜欢吃辣椒面 他会放辣椒面 我都放好干吗 放越南调味酱 所以 这种东西 桌料调出来的 可能要比一般的要好 希望大家尝试一下 互相探讨 如果有什么建议 有什么好的方法 大家互相探讨 我就是后学的 只不过我就是说 用心做一件事 把该做的 想做的 尽量给它做好 就是这种回事 这样的话 抓均匀了就可以了 腌制 多的时候 放一个鸡蛋也可以 通常我不放 多的时候 放一个里头 可以 这样就可以了 就ok了 这样最好给它一片一片的 给它来 煎的时候好煎 以免它就是 比较乱 然后割保鲜膜 给它冰箱里面 一放 就ok 这个所有的调味料 是做烧烤或者煎制 业务类的所有的佐料 就是这么多 我就是给大家详细一个清单 看吧 现在给大家视频 这个是做汤所需要的所有的调味料 这是黑色的枸杞 桂皮 胡椒就是花椒粒 这种是橘子皮 就是老橘子皮 那属于也是桂皮 这是大料 这种是香叶 这是盐 这个是盐 我刚才忘了 这种是天然的调味料 我用这种天然调味料 代替鸡精 代替味精 ok 好 给大家示范一下 汤料 黑色的枸杞 胡椒 花椒粒 这些橙皮 橙皮 这些大料一块也可以 或者放 我放一个半 这是橘子橙皮 然后香叶放一片 一片两片都可以 就随自己了 随便放多少都可以 随便放多少都可以 好 就这样一扣就可以了 这样一扣就可以 等一下就给它放汤一点 事先冲一层就可以了 ok 大家好 我这个鹿肉煎至 给大家做个示范 因为昨天已经腌制好了 现在倒一点点 橄榄油 不用倒太多的油 这样就煎至 开始煎至 这是我们 昨天使用肉肉框 一起切一切 一起切一切的 这是猪肉牛肉羊肉都可以这么做 全都可以这样的 方法都是以此类亏 特别的方便 特别的方便 所以最好就是煎至比较嫩一些 不要煎时间太久 煎时间太久就老了 但我先生说我也不喜欢吃 七片熟 我们喜欢吃全熟的 什么东西都是健康为主 尽量少吃 生的肉类的东西 海鲜是那个生的 我没有不喜欢吃 蔬菜水果 对 要放这种烧烤酱 还需要放柠檬 这是肉类的 所需的 所有的调味料 就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这个只是我做东西的 一个方法 供大家参考 互动 不见得就是说 我做的这次很绝对 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 放一点柠檬汁里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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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放一点烧烤酱 烧烤酱 每个上面给它刷均匀就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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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要去曼莉好多事情没有做完 所以这个也是带去曼莉的路上 最后就是OK了 这个汤比较多一点 因为我腌制的时候 跟料酒和其他的 这样煎出来特别的好 这个汤子比较多 我给你放在这上面一样的盖一下 放在这个里面 很快就盖了就好了 有时候偶尔汤汁多的时候 不要等它全部靠干 再换一个锅就OK 因为它的调味料 所有的口味已经全部 进入里面 所以说这个就不需要 出汁先撒一点 是吗?里面我就可以撕吗?再撕吗? 放在一起的 好 好 好 我把它放入鱼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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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 希望大家微观品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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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